投資的心得 讀書心得的分享 有一個商品A 它是一個大家都很看好的商品 現在一個單位的價格 可能要1200塊 假設 大家都很看好 可是有一陣子 它從1200塊 跌到了1000塊 一個的價錢 在這個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人會覺得 變得很便宜 但是 有一些持有者 他有大量持有 這個商品的人 他會告訴你說 未來可能會到2000塊 那是因為他有大量 持有 而且他可能成本 是非常低的 可能只有50塊 但是他會大量告訴你說 未來可能會2000塊 但是你會發現不對 當他喊了以後 價格可能還是逐步的滑落 從1000變到900 800 800的時候 可能又出來喊 又要回到1200 但是 價格的波動 它是有趨勢性 如果趨勢成型的時候 那就要順著趨勢走 如果逆勢而為 它就可能會變成 有一句話說 商品價格 它有可能是 這個反彈 接空點 如果它是下跌趨勢的時候 那 在你這個時候 跳進去呢 那就可能會 因為這個 價格反彈的時候 而買進了 會持續下跌的商品 所以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順勢而為 明白嗎 各位 優質喔 優質喔 還有就是呢 這個 當你在買進商品的時候 你必須了解到 市場上其他人 持有的成本 還有 市場上放出來的消息 表面的 消息 它可能會有深層的 含義 但是呢 需要去理解 去了解一下 背後的目的 在什麼地方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保固自己的交易 呢 可以盡量的 減少損失 優質啊 穩心